你怎么来了 完美男友台店的宝 原生态无污染 永久使用不用为修的暖宝宝 坦克尔小姐专用 坦克尔宝宝想死你了 我们来啦 这么劲宝 你们继续啊 注意影响啊 撒的一首好狗粮 好狗粮 就无话多好 无聊 你们来干嘛 是我叫他们来的 你让他们来干嘛 我们大家在一起聚集吃火锅啊 克尔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 先把肚子填饱 对不对 来 这套水 好 来 这我家的啊 一会儿没空请 来来来 大家都动起来啊 来 都吃点东西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们只有吃饱喝足了 才有力气啊 跟你些人对着干 是不是 来 对对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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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来来来 多吃点啊 那个 我想敬大家一杯 给你们道个歉 是我连累了你们 我本来 想帮你们把宣传片拍好的 但现在不但宣传片没有拍好 反正让你们名誉都受损了 但你们放心 现在这个事情 我一定会很快挽回这个局面的 克尔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事啊 不怨你 要怪就怪 某些人就是一条鱼 心里一锅汤 你们说是不是啊 可不是 就是 冤有头 债有主 克尔 我支持你 对 克尔 有什么困难 咱们一块儿扛 我们都相信你 来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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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菲菲 克尔 你不要把什么责任 都往你自己身上揽 我们大家是一个集体 我们会帮你的 对 可爱 我们会帮你的 来 大家干杯 来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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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好 你 有没有烫到我 菲菲 我带你去服个药 服什么药呀 你什么意思 说话拐弯抹角 有话直说啊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可儿是因为谁被停了职 你不知道吗 我们几个 又是因为谁每天被网友骂 你也不知道 怎么着 现在还对受害者撒起起来了 你们是受害者 难道我就不是吗 我只不过去找朋友 说了几句话而已 前后才八分钟 就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我错在哪儿了 我知道 你们想让我背黑锅 把我赶出爱街是不是 不告诉你呢 不可能 我没有错 公司没有权利让我走 菲菲 水没事吧 我带你去涂个药吧 我涂什么药啊 我不希望你同情 还有 你没事自作多情 发什么声明啊 不但事情没有解决 还把我连累成 害大家的坏人 我丢你这么做闺蜜的吗 对不起啊 菲菲 我知道我现在说 什么都没有用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菲大菲 你够了 可儿也是为了帮你 你不领情就算了 你发什么疯啊 好 你们都是好人 就我是巫婆 行了吧 菲菲 你走开啊 没事吧 可儿 没事吧 您闹够了没有 可儿 你放心吧 就算天塌下来 还有我呢 我会保护你的 你怎么保护啊 你的方式就是 离家出走 你怎么知道的 陈助理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知道有时候我有点儿幼稚 我会保护你 我一定要跟我爸表明我的态度呀 我是你男朋友 我一定要站在你这边的 你站在我这边有什么用啊 问题还不是没有解决吗 我现在在乎的不是我被停职了 是他们现在这样名誉扫地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可儿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陪你一会儿吧 走吧 好吧 咱们静一静 咖啡 是我太着急了 对不起 希望你别介意 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是相信你的 我相信你 至少我和可儿是相信你的 而且我今天来的目的 也是来找你的 希望你能带我去见一下 你的位朋友 你是说小鹿 只有找到他 让他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 才可以证明可儿是无辜的 也可以还你一个清白 还所有人一个清白 霍宾 谢谢你 只有你 没有像他们一样指责我 别说这么多了 快去抓小鹿吧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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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甘飞啊 小鹿 怎么搞的 小鹿 你追«玿» , 关机了 霍宾, 霍宾 你不用过来了 小鹿不在家 我马上出来 好 配合得很好 这是 去英国的机票 几个小时以后出发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来 听我通知吧 可是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通知 就私自回来和崔丹飞见面 你可小心点 酒楼肯定有监控摄像头 我们把下午的视频调出来 证明你在包厢里只待了七八分钟 这样 那些传奇给富豪饭局 陪酒的谣言就不公自破了 希望那些视频没有被删除 我们到了 怎么锁上了 这才几点呢 怎么回事啊 我就觉得不对劲呢 怎么没有人啊 里面开着灯 为什么外面还锁着门呢 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呢 喂 你们这帮不讲理的 把坑还这么惨 有哪儿做出这种事 没哪儿承担呢 速冬无归啊 把门开开 开门呢 大飞 你让开 货彬 大飞 大飞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不故意的 没事 没事 我扶你去歇一下 好 来 你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还疼吗 马上就不疼了 来 坐一下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哦 去哪儿啊 好 这儿 谢谢你啊 可儿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可真好 有什么好的 作为她男朋友 我连忙都没帮上 你已经很努力了 你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你刚才确实吉利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风口浪尖 千万不要留下什么把柄给别人 是啊 丹妃 我刚刚太冲动了 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幸好有你及时阻止了我 客气什么呀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吗 我一定要帮可儿洗刷缘屈 让她相信 我是有能力保护她的